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突破1000亿件 月军业务量和月军业务收入均创历史新高 最新数据还显示 我国农村地区收投快件量10年来增长超10倍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 截至8月13号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突破1000亿件 比2023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71天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持续快速发展 月军快递业务量超130亿件 月军快递业务收入超1000亿元 均创历史新高 凸显出我国快递市场的繁荣活跃和发展滞效的不断提升 更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与韧性 今年以来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 快递企业持续加大基础建设投入 加大冷链运输 推动原产地与消费市场高效衔接 农村基地服务更加快速准确 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农村地区收投快建量10年来增长超10倍 截至目前 我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基地服务中心 超30万个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 建成了较为完善的农村基地物流体系 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加快建设 服务多样化发展 便捷高效的基地服务网络 逐渐成为促进城乡产品流通的重要渠道 随着我国经济回升向好 消费需求保持活跃 快递业积极拓展进场服务 旅游服务 赛事服务等发展新领域 市场规模稳步扩张 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与韧性 如今我国每天约4亿件快递包裹被揽收 其中1亿多件在农村地区流动 从过去网购生活必需品的03小件 到如今的智能新潮绿色家电大物件 在广大农村地区 网购越来越方便了 在贵州隆里县高铺村 村民郭峰收到了从佛山发货的家具 与此同时 快递企业预约的师傅也同步上门安装 我一直都想换一个床 就在网上下了一个单 然后他们速度也非常快 三天就给我送到家了 而且的话还要帮我抬上楼 又帮我安装 我觉得特别的方便 以前买家具的话 就是自己要去商场去挑 可能一次性也挑不了那么满意的 有时候自己跑也不太方便 现在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买了 不到半个小时 新床安好了 郭峰告诉记者 这在过去都是不敢想象的 曾经取个快递 就得去20公里外的县城 更别提网上买家具家电 这类大型活物 今年我们业务量的话 同比区量的话 大概是增长了10%到15% 增长品类最多的 大概就是3公斤以上的一个大电户 家具和家电是增长是最多的 大概增幅是在20%左右 国方动动手指 就能享受快递服务的背后 是我国不断完善的交通网 和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截至目前 我国已累计建成 1200多个县级公共记地服务中心 超30万个村级记地物流综合服务站 农村地区收头快件量 10年来增长超10倍 在我国较为完善的 农村记地物流体系基础上 快递企业还加大投入智能化设备 西部地区曾经一周才能收到的货物 如今最快也能缩短三分之二的时间 在快递转运中心 记者注意到 360度六面环绕条形码识别技术 对国方购买的这类大件家具 进行无接触识别 并通过多层立体自动化分检系统 三到五秒就能根据地址自动分检并快速分装到家具专车内 实现长三角 青青记 珠三角等大城市 两日内送达安装 农村地区从不方便买到现在买啥都方便 可以说快递行业正在助力中国农村实现消费形态的跃迁 除了农村地区增长的业务量 记者也注意到今年以来 一些中小城市的快递业务量增速较快 在国家邮政局发布的上半年数据表中 广东省揭阳市的快递业务量居全国第五位 仅次于金华义乌 广州 深圳和上海 揭阳市是广东省下辖的地级市 电商与快递物流业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崛起 那这样一座中等城市 快递业务量为什么能够持续攀升呢 在广东省揭阳市的新亨镇 00后尼泽凯正在查看网店销售情况 2016年开始做电商的他 如今已拥有了40多家网店 每天超万件的订单量 让他和快递企业有了深度的合作 我们只需要在仓库里面打当 仓库里面包装 快递它是有汽车上门收货的 时效也是非常快 省内基本上一天就可以到达 省外有一些快的两天也就可以到达了 记者看到整条街上到处都是网络批发的店铺 键盘声订单声 撕扯交代的呲啦声 忙碌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 金卜村在12年之前是一个典型的农村 依托电商之后 这边产生了一个货物的集散地 全国各地包括周边生产的货物都往这边集中 快递也是围绕大军谱电商圈 周边进行市场去运转 现在电商规模 实体批发已经达到了1300多家 国家邮政局最新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用户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得分达到83分以上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分 2分的背后是87万邮政工作人员 450万快递从业人员的日夜奔波 曾经需要十多天才能到达的包裹 如今不到10秒就能在智能分解传送带上 完成分装过程 飞机无人机的使用 让包裹也许只需48小时 就能到达大山消费者的手中 一个高效便捷快速响应的新消费时代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